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是个灾难 当然灾难中有奇迹 对吧 有奇迹 我不知道徐老师有何感触啊 我就是那个连续几天看这么高调的这么集中的报道 我隐隐有个预感 觉得这是有希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视台啊 这些宣传部门 除了告诉实情以外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宣传 要鼓舞人心 所以通常我有个感觉 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能达到鼓舞人心的效果的话 报道篇幅会比较大 至少反过来说 如果专家告诉他们这个情况非常坏 几乎没什么希望 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连续的高调的这个报道 所以我一直心存希望 我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体育比赛 我们比较能拿金牌的项目转播的就多一点 您是这么算命 我看这个宣传报道的规模 当然了 真的你就算希望再大 你能不能赢还是取决于那个运气 所以最后真的能救上了那一瞬间 大家还是非常激动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确实啊 这个几天我跟你猜的 我就是悲观论 我这一个礼拜以来啊 我就是每天看一下 每天看一下 但是我每天看的时候 你在我脑子里想什么 我脑子就想 我说这次一百多号人 要是全死了窝里边 这得多大的事啊 我想 但是没想到 所以说那天这人的这个心情啊 哎呦 救上 而且救上 起码一百多个救出来了嘛 是 过去这个时候一百多个人救出来不容易啊 不容易 都是死了几百的 全死的 但是这次也讲了 刚才徐老师也讲了 也讲运气的问题 确实他也有很多的运气 第一个 他不是瓦斯爆炸 里面还有水还可以喝 对吧 如果不能够淹死的话 他至少能够坚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专家通过他的生纳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测的话 生命技巧还能测得到 不知道徐老师那个猜测 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我是觉得确实是他有很多的根据在里面 比如说大幅度的报道 然后就说里面有没有生命迹象 能不能救出来多少人 估计可能是有一点把握的 这个我就说这个 咱们就说这个凤凰卫视 像您是新加坡来的哈 凤凰卫视很大一部分观众啊 是海外华人 对吗 特别在新加坡很多人看到 对 所以呢 我也做过很多海外华人的节目 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 说华人到底最独到的有一些什么素质 你知道 我过去小学时候教育我们 说是个中华民族什么的这个这个勤劳勇敢 后来我发现勤劳勇敢那也不止你一个民族 对吧 各个民族都可能勤劳勇敢 但是最后我们这个拍纪录片呢 走访世界各地华人 最后发现能说的好像就一条啊 就是任性 说中国人 好此不罗奈活 哎 你这个话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讲 澳双领选 梅花象征嘛 哎 你正反两方面去讲 我最后就觉得就说 中国人 不管你把它放在全世界什么角落 现在没有尊严 没有人权 什么这个劳动时间超出多少多少的情况下 他活下来了 子孙繁衍 急于今日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们要做什么节目 最后大家感慨不已的 就是所以我说这话两面说 大家感慨不已的都是中国人民的 任性 任性 生存 生存能力 到最后要不说张艺谋拍那电影 名字就我觉得值得一勇三叹 就活着嘛 活着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作为中国人 尊严我不是看得太重了 这是 我觉得好 来 不是 不是 反正就活着吧 活着比怎么活更重要 啊 就活下去 除了您说的任性之外 还有个任命 他任命了以后 他就能够坚持下去 他如果不能任命的话 他就没办法坚持下去 你看现在啊 死了那么多人 如果能够自我安慰的话 就认命了 我就这样了 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就这样 我认命了 哎 你就像是咱们 你就说那个霍甲那小说福庸镇嘛 你记得吗 当年姜文演的那个什么秦淑田 你记得他跟刘小庆绑一块 他说什么 活下去 像畜生一样 活下去 哎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东西 他上来以后讲的开始的一两句话 现在传媒都做报道 你看他们选择这个标题啊 很有意思 就大家认为这几句话是非常 有一个工人上来就说 我在下面待了一天一夜了 他其实八天八夜 他脑子就是说 我在下面一天一夜了 有一个很多报纸做标题的 就是拿手机给 我很好 你跟孩子都好吗 给他太太打电话 虽然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那些家属们其实还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不是活着 到现在还没公布多少人就上来 还有一句话叫人唏嘘感慨 一个救到医院里的上来的人感慨说 我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好的待遇 我刚刚刚讲的韧性 其中抬出来一个矿工 他躺在弹架上以后还在鼓掌 别人在鼓掌的时候他在鼓掌 是是是 我就跟你讲 他们这次老拿一个事举例 就说能生存多长时间 说是此前最高的记录 这也是都中国矿工创下的 在贵州那边的矿难 说工人矿工生存 25天 对吗 可是我怎么老记得 在1998年 有一个26岁的叫杭平的矿工 他被评为1998年 那个上海金基斯总部 评他为井下生存时间最长的人 当时说他的记录是33天 零13个小时 他怎么活下来 跟这次的情况有类似 也是大水冲了这个这个 焊道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水呀 把它冲到700米深的这个焊道里 冲到一个死胡同 水冲到一个死胡同呢 这个气压 把水挡住了 正好给他空出一个一米见方的 没扎地 他就在那活着 在那活着 除了他还有一头骡子 井下 还有一头骡子 你知道他怎么活下来 中间也试过这个放弃啊 说他曾经上过调 拿皮带上调 调不住 没死 人王不收 哎 然后呢 他就 井下都是黑的 他就摸那个骡子 把骡子弄过来 拿这个皮带 他想把这骡子勒死 那这骡子凭什么被你勒死 一勒骡子就游跑了 一勒骡子游跑了 但是骡子也没半啊 骡子还回来 到最后是他把骡子生生摁到水里 给淹死了 然后你就说他怎么吃这肉啊 他拿他这个眼睛片打碎了 用这个眼睛片割这个骡子的肉 可是他吃跟这个山西这个王家岭这个底下一样 开头也是吃树皮 吃那个原木的树皮 吃皮带 到后来说有骡子肉吃 可是吃了几天呢 虽然是生肉啊 也会腐烂嘛 这个骡肉腐烂 他倒知道点这个 他说我每割一块肉 我都反复在水里搓洗搓洗搓洗 搓洗的够呛之后 还有这个力气 他被救出来的时候 他原来的体重是128斤 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83斤了 这个航平啊 就是他为了减少能量消耗 就是减少这个热量啊 他把全身埋在这个煤渣里 反正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报道 1998年在内蒙那边的一个 好像乌海市的一个矿里 就出了这么一个生存记录 你这个故事是有教育意义的 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的 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当过兵 没有经过的求生的训练 你比如像新加坡 像台湾这样 他有求生训练的 他放在森林里面一个礼拜 然后什么都不给你 就给你一把刀 然后你就找到自己的原来的部队 七天时间 什么都没有人帮助你 我相信这次这个矿工里面 很多人大概可能也听过很多的故事 包括像您这样的故事 还有就是说 76年那个唐山大帝 任一个老太太 被压到底下以后 好长时间自己喝尿 重活了 像这样的故事 真的是他有教育意义的 您这个故事 大家都应该记得住 难道咱们要教矿工野外生存训练 作为职业培训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旧出来的 这个矿工的照片 你瞧 把眼睛摁住 因为这个暗无天日多天 这就怕眼睛忙了 然后再看下面 这个医护人员 严阵一带 上面那个是阳气带 是吧 可能是 没想说过这样的待遇 然后你再看下面 中国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煤炭 总产量37% 但是事故死亡人数 占全世界的70%左右 百万吨死亡率 是美国等国家的30到50倍 然后根据美国劳工部等部门的统计 在美国的六种行业当中 你看什么制造业 建筑业农业 六种行业当中 最危险的是制造业 他们最安全的呢 竟然是采矿业 这个记录要改写了 这两天爆发了20多年来 第一次最大的 美国的煤矿底下不是炸了吗 也死了20多个人 我原来看过一个数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 说美国这个矿难 平均每年也就死20多个 我那天看见我这好 这一炸 一年的指标够了 他这次发生灾难的时候 就是说40年来最高的水平 才死几个人 20来个人 20来个人 就很少 其实他们还不够 不是 美国现在他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说他要达到零事故的目标 这个中国是敢说都不敢说 假都不敢讲 现在像澳洲 或者像一些国家 真的是 他追求这个煤炭 这个死亡率 零事故率 对 这个就是几个世界几重天了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杜老师刚才看到跟美国比照的数字有感触 他现在就是刚才是最安全的行业 是采煤业 对 许老师讲 确实是要改变 他现在就是其实最不安全的行业 是他就是那个渔业 海上的风险比较大 打鱼 对澳洲也是一样 就是最最危险的是一个林业 然后是渔业 然后才是煤矿业 那么这在中国是最危险的是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煤矿业 也许比对煤矿更危险的 比如说是交通公路上 每天死那么多人 其实人很多的 对吧 那跟打工不一样 交通事故美国死人也很多 也很多 那开车也很多 我在想我们要承认一个就是煤矿开采业 我们中国跟国外在管理上 在技术上实际上有很大的距离 我其实我讲过好几次 曾经像钢铁啊 轻工业 曾经有一度我们都是引进他们某一个项目 比方保钢全盘引进 然后我们渐渐学会我们现在钢产量世界第一 煤矿业是不是也能弄一个四点 就像航空业嘛 对 飞机我们全盘引进 现在基本上跟他们差不多 除了航班延武 对吧 基本上 就说你比方澳洲 比方哪个国家好的 或者欧洲哪个国家开的好的 就牺牲少量的 给他们赚一点钱 弄一个矿 就全盘按照他的东西来做 看看他这个东西跟我们的 因为王嘉领的情况不同了 他不是小煤矿啊 他是一直民退国境以后 国家投资五十多亿新开的国企大矿 是吗 对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还出这样的 说是一个 因为一个工人偶然把旁边的那个什么水层打破 这个不大解释的通的 所以我想长远的来说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欢乐生活的奇迹 再连续发生的话 长远的说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方法 就是说 真的就是有一两个矿 就是引进最好的技术管理 看看他这个这套做法 跟我们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要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也不必老是那么自卑了 要是有可学的 我们就学习吗 这就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对 我跟你 我跟你讲 就是最近就不是有些 有些你们作家之间讨论吗 就是说有些城市里的作家 感觉呢 他写的这个小说啊 好像是发生在维也纳也可以 发生在纽约也可以 感觉没什么区别 这就说明了 有的人对中国是有幻觉的 你知道北京上海不等于中国 这个温家宝总理都说呀 北京上海不等于中国 你以全部国家而论 你究竟是属于一个文明史 工业革命进程 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上 我觉得这个事需要想想吧 但有些我们发展的很好 比方高铁 我们现在就是全世界领先的 现在就是他比较高端的中国 需要相当领先 高铁 然后其他的新能源方面 就在出口来的技术 全世界现在在热销的 iPhone iPad 这些东西都中国制造的 但问题可能就是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对重视的程度不一样 现在我们太重视这个高科技以后啊 大量的投资放在这上面去 反而对这些比较传统的工业 比较危险的工业没什么投资 但煤矿恰恰是高度重视 因为能源紧缺 煤价高 高度重视的是煤呀 还是人呢 是煤 是煤呀 所以重视重视 但是问题就在 能不能也像钢铁 我的意思就很简单 像钢铁像汽车 汽车也不是这样吧 我们都让外国人来造 造完了以后 现在我们的公司买了Volvo 对不对 现在就是 其实中国也对美国 那个开采技术相当的先进 你知道就是澳洲和美国 那个开采业的 就是矿业 包括这个煤矿 还有其他的金属矿 都是有的相当高的学历啊 没有高学历 它不能够操作那些机器 所以他的人是很少 你说这次美国那个西 弗吉尼亚那个爆炸以后才死了 里面才二十几个人开采啊 那中国可止二十多个人 几百个人在里面 一死就是几百个 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中国当时派考察团去考察了 就他们的技术相当好 也花了三十多亿人民币 和相当美元也引进 但是中国的矿产的太多 再一个呢 就是三十多亿对中国来讲 太少了 而且因为现在煤的这个 它的利润相当高 一个是你的劳动力便宜嘛 那么价格越高的时候 它就加大了生产 加大生产以后 它就会导致这样的事故发生 你看看这个人的感受啊 咱们再再看一个 一本这个字幕 咱们导演给看看 就是 这是某个省负责安全生产的 一个干部 一个领导说的 说现在任何一个矿 都有发生矿难的理由 不发生 那是运气所致 然后呢 有一个新闻标题叫做 矿工把下班叫生还 这个黑色幽默 然后有一个参与井下救援的矿工 当时看到这个惨项 他说什么话 救上他们 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干这个矿工 所以我就觉得啊 为什么我就老觉得想起这个 中华民族两件事 历史上几千年来啊 一个是韧性 刚才咱们讲 再一个是运气 我最近老在想 包括大家说奇迹 那么所谓奇迹就是运气的成分 非常大了吗 你发现没有华人格外爱运气 为什么全世界的赌场 华人最多呢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这群人 为什么对于这个运气 寄予了那么高的这个希望 我又想起包括现在 就在大陆啊 很多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跟我讲 我们公司这个成功啊 那就是叫富贵险中求 那就是运气 甚至有人也说我们这老板 我们这老板这个这个照得住 他就是多少次起死回生 就是你要干的那个事啊 往往都是干不成要要要要要干什么 创造条件也要上 那么于是到最后就是哎呦还成了 我就觉得咱们怎么这么相信运气呢 你这个运气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 一个就是生命的运气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些老板 特别是煤矿老板他也碰运气 铤而走起 不出事就没事就赚大钱 一出事就完了 他就是靠运气 这个就是没有规则 不讲规则 尤其这样危险的行业里面 他不讲规则的时候肯定要出事 像山西河南这些出事 将来还会出很多事 运气运气就是运动当中的气 拿钱来运动 他就变成了一股气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前两天我看一个博客 挺有意思 他很多点点点击量 就说啊 他说他有个外国朋友 在这边清明节了吗 说觉得很奇 很不能理解你们中国人 说你看清明节 你们这么样的慎重追远 对于死去的人啊 你们是这么样的重视吗 祭奠家家户户去上坟 他说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看你们矿井底下死的这个人 也是世界之冠 就是说他不太理 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外国友人 不太理解我们中国人的生命观 到底是什么 你们到底是重视死去的人呢 还是不重视人命呢 活的人 对活的人的重视 对死人的重视 确实好 一般不是以前开个玩笑吗 就是说这个人家是活的时候 他对他的评价是基本上是很低的 或者是不把他当人事 死了以后 最大会上都是一个很高尚的评价 这个对生人的重视 基本上还是做给活人看 基本上最重视的还是活人 包括现在救 一方面要叫把他们救活 另外一方面还是给更多的活人 更大的鼓励 刚才你们讲的运气 运气其实跟任命是一个前臂的两面 正因为你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主观改造世界的能力缺乏信心了 你才相信运气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 转贴很多 叫王嘉玲哪些事情最令人感动 我看了他写的挺好 那工人坚强吃树皮 什么什么吃煤块 感动 很多人救援 义义务的去救援 做很多好事感动 这个山西省省长王军 由于过于激动 不接受采访也令人感动 他觉得不接受采访 忙于工作 反而更叫人感动 最后几句话 希望基茨把有关矿山安全 当大使抓不能一争锋 希望全国平均下来 每天都发生 每天都死人的矿难能少一些 希望在旧人上 每次都以王嘉玲为样板 尽管这样成本太高 以后每次都这样 希望王嘉玲之后 不要弄阴谋报告团之类 不要没完没了的歌颂 希望被旧矿工吃好 喝好养好 和家人团聚 如果继续选择下井 注意安全 老天保佑中国 老天保佑中国矿工 这个挺动人的 热帖 对 我也觉得 没必要弄成什么生命赞歌 因为这个毕竟 这个就是玩悬的 我就说 运气嘛 这一百多个矿工 是生是死 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当然现在咱们全民欢庆 他们的大部分都活了 但是如果没活呢 这个欢庆的不是社会的事情 社会是一个悲剧 但个人是一个胜利 大家欢庆的是 刚才你们讲那些个人求生的例子 其实全世界各民族都有这样的歌颂 西方人鲁宾森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都一直在讲 讲不完的 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对 他的陶金跟狼怎么搏斗那些细节 最近汤姆·汉斯又拍了一个电影 在一个荒岛上 怎么一个人 就是前些年嘛 就是一个人在一种绝对困难的情况下 为了生存活下去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人类的事情 这是一种人类精神 人类的精神 对 所以基本上像这样的事情 是社会的悲剧 但是是人的胜利 但是 是时代的悲剧了 目前这个时代 就是我们中国说实话 现在发展水平就这样 就是它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 我们觉得是 这个确实是不希望发生 不该发生的 但是呢 中国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所处的现状 不是有人讲 就中国现在城市是发达世界 农村是非洲 但是现在连非洲都不如 为什么 就是你的矿工的死难的比例 连南非都不如 比南非还多30倍 对 比南非都要多30倍 南非也是个煤矿 比印度还多10倍 所以这很多东西 南非是很多是淘金下去 淘金它不是矿吗 那矿呢 所以我也是 我听你们这么说啊 我也就觉得 这个中国的事情啊 是不是你着急也没用 就是你说我们一日千里的发展 可是实际上 真是以整个国家而论啊 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发展水平上 这个玩意儿 出了事儿你就知道 它是实实在在的 对吗 而且这么多的人口 人都这么贪 对煤的需要这样强 你有什么根据说 以后不会再发展 这样 我还是在哪儿 我也是 我一直在的 感谢观看